大家好 我是小智同学 今天我们来安装一个硬盘Smart属性监视工具 就是现在这个页面 这是它的原码页 这是它的镜像 它的这个镜像呢 在DockHub只有Linux Server的 但是Linux Server它的镜像呢 已经很久没更新了 所以我们就使用它的这个GitHub的镜像 那这个工具呢 已经在安利的应用市场上架了 我们直接在应用市场搜索Scrutiny 然后点击安装 它会提示这个模板呢 它的配置呢 是由这个特权模式运行的提醒你的 因为它是要读取系统的这个硬盘的 所以是需要这个系统特权的 那我们点击OK就可以 然后这就是它的这个Morin的模板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简单的修改 比如说名字 然后下面的一些图标 已经简单修改一下 然后呢这个Udev 还有这个Disk 这个就不用去管了 这就是读取系统的这个硬盘的属性状态的 8080呢是这个网页的端口 然后这个config呢就是配置 然后database呢就是这个数据库 你自己选择一个路径 填写就可以了 然后它是开启特权模式的 但是开启特权模式之后 容器是对主机的所有资源都有防御权限的 那我们现在只需要让它访问硬盘 要给它限制到直访问硬盘 所以呢是要把它特权关掉 然后单独在这个参数里面加 对硬盘的这个访问 那修改之后呢就是现在这个模板 这是我这边的这个模板 就是把特权模式关掉 然后呢加两条 对硬盘的这个必要的这个属性的访问 前面一条呢是访问硬盘的 后面一条是访问这个固态硬盘必须要添加的 然后呢后面是这个配置 这个模板呢也是在模板库里面的 大家有需要可以直接下载 我这个容器呢已经安装好了 然后我们直接来访问看一下 这个地址呢是8080端口 是默认的我们回车 好这就是它默认的界面 它是自动切换到了这个黑暗的模式 我们可以给它设置一下 好这就是它的默认的这个界面 现在呢是有一些硬盘 我系统里面所有的包括固态的这个硬盘 我们来看一下点击进去 然后左边呢是这个硬盘的这个通用的属性 右边是硬盘的一些关键的这个数值 点击展示所有 就是下面硬盘的所有的数值 很详细 只不过呢现在是不支持这个中文的 所以看起来可能有点别扭 设置里面呢还有其他几项基本的设置 然后还可以导出这个数据 但是现在好像是导不了的 这个镜像还可以搭配其他的几个镜像 使用Docker Campus来安装 来实现一些其他的功能 比如说这个硬盘数据放在这个InfluxDB里面 然后还有这个通知 比如说硬盘突然检测到有一些异常的状态 它会通过指定的下面这些路径去进行通知 那总的来说呢这个程序呢 我肯定是不会用的 因为这个程序它是要不停读取这个硬盘的状态的 也不是不停读取吧 但是它肯定是要读的 所以硬盘是休眠 我感觉应该是休眠不了了 因为没有看到对于这个读取间隔的这个配置 它不会说过一段时间读取 它可能是一直在读的 所以呢只要你一读一启动这个容器 这个所有的硬盘都会被唤醒 我的硬盘呢是经常是休眠的 所以我是不会用这个容器的 如果大家的硬盘呢是一直在运行状态中的 可以用这个容器来看一下硬盘的状态 好那这就是这个简单的一个小工具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我是小力同学 我们下期再见